来看到这是日本产经新闻的 这个媒体人石板明夫 他说发发钱没有对错 但操作不好的话 反而会把好事变成坏事 他想到呢 是这个安倍晋三 他说呢 在2020年3月 当时因为日本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当然呢 经济活动停板 所以在野议员提出了 政府发每个人10万日元纾困 执政党也出现了 有一些议员附和 但是呢 这个日本的财务省坚决反对 安倍内阁呢 也在那边迟迟会表态 一直拖到了4月中 说要发 发的是呢 贫困家庭每户30万 结果他在一周之后呢 才宣布要改回每位国民 普发10万日元的方案 因为当时呢 大家就说你发给贫困的这个家庭 问题是呢 这些贫困家庭 因为收入低于标准 大部分是不必缴税的 所以呢 我有一种反扑的名义是认为 你拿纳税人的钱 送给不用纳税的穷人 好所以最后呢 这个安倍也赶快大转弯 所以就每人发 发10万 但是为时已晚 当年安倍内阁的支持率 跌到了40%以下 5个月后宣布总辞 所以这一次感觉起来 有一点点像耶 网友说 你最后给我们钱 东扣西扣啊 一副黄恩浩荡的样子 所以蔡英文也犯了一样的错 日本的案例刚好是打脸苏贞昌 就是当时要搞什么三倍券 跟五倍券都一样 因为日本就是发现金 对吧 你发现金大家都会不高兴 更何况你去年跟前年 发的一些有的没有 奇奇怪怪的券 那再来一个十百名副呢 他讲说什么没有对错 但是呢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中立 因为他后面讲的 他就支持苏贞昌 现在发现金 因为他说你不要把好事变坏事 所以他认为发现金是好事嘛 也不要在那边中立说 有没有对不对错的问题 那么再来一个就是说 刚才前面所谈到 那为什么其他国家地区 都发没有问题 台湾如果发就会有问题 因为台湾有民进党啊 这么一个简单上 为什么其他国家都不缺疫苗 台湾会缺疫苗 因为台湾有民进党 这不是一个很赤裸裸的问题吗 为什么其他国家 产业政策台湾没有 因为台湾有民进党 为什么其他国家 有良心的执政者台湾没有 因为台湾有民进党 所以呢 当然也不是说 你看侯汉廷上来评论都这么肤浅 什么万事都推给民进党 这样就跟民进党 把万事都推给大陆 这样也不好 对吗 这样也不好 那我们很客观的评论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台湾有民进党 所以很多的事情呢都做不好 那么认真来检讨 就是说像这个网络上都开始揭露 就是蔡英文的所谓的 特别预算之高啊 那而且是非常的离谱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民进党的各种大内宣 他不论是讲说什么 好像马英九的赤字比较多 蔡英文的盈余比较多 或者呢开始做各种的图表 跟你说哇那你看 那蔡英文上任之后呢 哇那我们超真的就比较多 可是这一些数字呢 其实通通都没有告诉你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特别预算 都是没有算在 目前民进党的梗图跟官宣里面的 那么边一边依照这边所说的 2024年以后要执行的特别预算 高达了7000多亿 这其实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蔡英文上台 民进党上台 那假设做到2024 结果呢 他竟然可以超支 以及超前部署到2024以后要花的钱 那2024以后上台之后 他能够花的钱当然就少了 那么这种特别的情况呢 其实在马政府时期 留给蔡英文来说是没有那么多的 顶多就是一两千亿 但是蔡英文留给下一届要花的钱 已经超支到7000多亿了 所以这当然呢是什么 就是我再任的叫银吃卯粮 这是标准的叫银吃卯粮 因为其实每一年中华民国政府 所能够收到的税收 大体而言呢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呢在整个中央政府的 这个预算当中 也几乎呢有八成的预算 都是金长门 就每年都会有一些固定的开销 每一年都会有固定的支出 所以你要有大的建设 大的作为 你就真的只能够仰赖 那剩下来的所谓两成 或两成不到的经费 那么一旦这两成 或两成不到的经费 遇到了特别的天灾人祸 比如说过去的金融海啸 欧债危机 或者是疫情的时候 那我们才能够拿来运用 就是我们好像家庭存 那个的储备一样 你总要有一部分的这个准备金 要有一部分的存款 以备不时之需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蔡英文已经把未来 我们可能要花到的这个存款 把未来可能要用的紧急的钱 都先掏空了 要借的已经先借光了 而且是连不能借的 也都借的差不多了 就还剩下了一大堆的赤字跟负债 像我们这边所说的台电也好 中油也好 甚至像是这个劳保的基金 然后甚至像是健保 那除此之外呢 就还有答应美国 但是还没付款的一大堆 零零种种的事情 那您刚提到了 特别预算浮编了一堆 反正对蔡英文来讲 没差 钱不够 钱不够就像子孙啊 对反正她已经下台 就是民进党很可恶 整体不负责任的态度 像我刚刚所说的是 除了目前我们刚刚讲到台电 今年亏2000多亿 去年亏2000多亿 可是还没有算就是 我们支付给光天业者 短够20年 那20年之后 每一年那些都还是钱哦 因为这可怕的就是合约 是我一跟你买 就是买20年 我20年都要给这个 所谓的绿能业者 都是要给台南的 这些光电业者 都是要给这些所谓的 这个民进党的绿友友们 所以她就在蔡英文任内 1000就可以签20年的合约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然后呢 这些所谓的光电的业者 能够发大财啊干嘛的 那发大财的钱哪里来 就是从台湾人民的纳税钱身上 去补充给台电 台电再拿给她 所以台湾最奇葩的 就如同刚才上这个所说 在蔡英文任内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 重要的产业或者是供应链 没有啊 有的还不过就是芯片的那一套 就是台积电那一套 但台积电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 以及现在因为我们知道了 4G 5G的发展 所以芯片半导体晶片变得很重要 在过去的时候 民进党骂台积电的声音 也不是没有 民进党讲说 什么台湾也不需要 第二个台积电啊对吧 台湾需要更多捷安特啊 这也是当初黄国昌讲的 对吧 他们说他们不需要那么多啊 就觉得薄熙要血汗劳工啊 他们要为劳工发声啊 结果现在呢 就把台积电捧得跟什么一样 也没有啦 因为依照他的道理 确实民进党就把台积电 送给美国了嘛对吧 所以真正有价值的 第一个也不是民进党创造了 第二个呢 在真正隐藏在乾隆在冤的时候呢 民进党不试货 第三真正发挥价值的时候 民进党就把他送人 这就是民进党对台湾 重要产业在干的事情 好 那么民进党上台之后 到底扶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 想想就是所谓的绿能产业 那绿能产业它是真正 比如说你真正有好的技术 然后好的科技好的设备 能够行销国外吗 比如说欧盟很多用的 太阳能的光电板 都是Made in China 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光电产业 行销到世界 那民进党或台湾的 这些所谓的光电产业 有行销到世界吗 没有 我们发现呢 立法院的太阳能光电板 Made in China 是从大陆进口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发现 台湾的这所谓的绿能业者 它第一个也不是靠什么 了不起的技术 了不起的设备 因为它世界各地卖不出去 也不能这样讲 卖当然还是有 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绩 比不上中国大陆 那第二个呢 它的赚钱完全就只是 赚台电的钱 赚纳税人的钱 根本不是靠行销国际 只不过呢 是在台湾内卷 就是坐吃山空 掏空台湾 如此而已 所以民进党执政这几年 没有留给台湾 什么了不起的建设 甚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文化 留下的就只有一屁股的债 大新闻大爆卦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卦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